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阿方老師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剛剛醫師說的 就是從護眼的角度 從顏色來看 現在林冠拿起來就是顏色最黃的 應該是中醫師 最傳統的 眼科醫師最愛的 可是這個是彩虹玉米 它是糯玉米的成分 但最近也有很流行的 就是這個很多人買來吃 當水果吃 水果玉米 這個甜度很高 對 其實它在於 我們說品種的不一樣 但是你把它想成 就是跟我們的白米一樣 米有糯米 有蓬萊米 有蓋萊米 在於就是它裡面澱粉質的 脂煉澱粉跟直煉澱粉的結構 不一樣 有的人就說 對 我胃比較不好 我的糯米我不能多吃 所以你一樣的概念 你吃玉米你也要有這種的一個概念 今天就是剛剛我們的民勇老師 已經講過要選胖一點的 胖一點 上面要須多一點的 然後這個看玉米 除了須多一點 新鮮度 就我平常在這邊說買新鮮 那個須多一點之外 還有就是要向那個女生忘記梳頭 那個頭髮要很亂 越亂的 表示玉米越新鮮 當它越不新鮮的時候 它就沒有什麼生命力 那個頭髮的規矩就沒有什麼力量 對 然後在家裡面 如果還沒有用就不打開 OK 要冰冰箱吧 要冰冰箱 可是就是說如果有的 它隨著玉米 因為它中間會有骨頭 它會放著會自己 自己會老化 然後那個膜會變 老會變硬 還有再來它會什麼 它會退甜 所以如果回來的時候 你沒有立刻 那你也可以把它削好 就直接放冷凍庫 也可以 所以我今天要做一道 我家孫子很愛吃的巧達湯 可是用的是一個 以前要煮白醬 要放很多奶油 會放很多的 麵粉 澱粉 我就藉由玉米來做 對 那個就是麵粉會勾勾 我就用玉米裡面的 顆粒 澱粉 對 然後澱粉 所以要勾勾 我就選了糯米 玉米 然後 冰冰 在家裡面 你用這個來削玉米 那這樣子它就會有點 食物料理機的概念把它磨碎了 對 就是像玉米醬的概念 然後就可以把它 我們阿芳老師是天才 厲害 說一出來帶沒有食物料理機 阿公 阿嬤有這個 你拿出來 那個玉米在便宜的時候 很便宜 對 還有就是 有時候你買到那個 有蟲咬的反而更好 可是你會發現不美的 你看然後這樣磨出來 就是玉米漿 玉米醬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樣子阿公 阿嬤如果想吃 它咬不動 沒有牙口 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處理 對 我們就可以這樣處理好 就可以在家裡面自己自助 這一碗就可以把它備好 學會了 學會了 我們來做玉米漿 那就可以發現 我米已經洗好了 我今天沒有洗白米 我的米就在這裡了 我們今天的海鮮炒雜湯 我要來煎一個鱸魚片 好 來 然後在這裡面我先放一點鹽 好 這個是家常的那個鱸魚片 然後直接把它這個切片 放一點胡椒粉 然後先把它抓醃一下 抓醃一下 把魚片煎一下 對 然後我外面 我拍一點點的米穀粉 家裡面有麵粉 都可以 就是防止等會兒 我們在煎魚的時候 它會有油煙 對 我們就把它往裡面來放 好 煎這種魚片 有特定魚皮那一面要先 還好 因為我現在已經 包裹了一點點的粉 這包裹了一點粉 是因為最主要我們 現代的家庭生活裡面 這種魚片都藉由冷鏈 我們家庭你冷鏈之後 你要切刀什麼 它畢竟就是還是解凍 或微解凍的狀態 對 它就會有水分 那如果你水跟油會碰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有油煙 會產生就是對媽媽健康的一個傷害 那我們就這樣子處理 是不是就可以減少他們接觸 油跟水碰在一起 好 那這樣子就可以煎 好 那另外這邊我們就一鍋水 準備來煮這個玉米版的巧達湯 好 那這個海鮮巧達湯呢 我今天就來一點海鮮的基底 我先把蝦子 好 我們蝦子去殼去腸泥之後 對 我剝成蝦仁了 湯鍋 還有這個 泡Q中選都可以 泡Q我先放在這裡面 先燙出一點點的這個基底湯 好 燙這種海鮮 其實不用到非常滾燙的水 對 沸騰了之後 對 然後上來燙過 好 我們看到蝦子變了 變色了 對 其實那個中捲或者魷魚燙太老 也都不好吃 所以那個掌握它的口感 跟熟度很重要 就翻卷這樣子就好了 是 好 我們要先把它取出來了 待會還會再回湯鍋嗎 對 就是最後你可以照你喜歡的熟度 先取出來 大概燙到七 八分熟 因為待會還會回鍋 對 那我們的這個 這個湯底就變海鮮的一個 高湯了 高湯了 對 難怪你說這個是你家的 快速版的海鮮喬達湯 對 就不用那麼麻煩 然後在這裡面我們就開始 你把你喜歡的 比如像我的菇 菇 然後牛奶 好 這個是家常的牛奶就好了 對 這樣就會有奶味 就往裡面放 對 鹽巴 胡椒先來 鹽巴在這裡就要下 對 然後等會它沸騰我們再來加玉米 就跟勾芡一樣的概念 真的 對 然後玉米也是有甜度有澱粉 微微一點點的胡椒 好 而且因為我們磨成漿了 待會兒撈手很快 對 那你可以看到我就一面煎這一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魚片這裡 煎到定型就讓它翻面 同時煎我們阿芭老師的魚也煎得差不多了 魚已經煎得很金黃 很漂亮了 這是我們要的一個樣子了 然後它就可以維持在鍋子裡面 我們讓它保溫 好 然後湯也滾了 可以看到 對 那這時候 我們玉米醬要下去了 好 這真的是很快速的巧達濃湯 對 而且它一勾 就很健康 營養濃郁 那個溝溝 很快 沸騰 濃郁了 真的不用打芡粉 很快 然後這裡面的碗底就是 你看你等會碗放著 它那個碗底的粉 就是玉米在墊粉 真的 它現在很像你燒一個白醬 對 它就燒一個白醬 然後這時候 我們自己沒有爆香 香味比較不夠 我就會放兩片孩子喜歡的 起司 這個起司它就融了 它就會香味很夠 然後 阿嬤會說膳食纖維還是要夠 所以要放一點點的 這時候 秋葵 秋葵 然後呢 海鮮再回鍋 對 海鮮再回鍋 放進來 好 然後剛剛鱸魚片也在入鍋 鱸魚我不會入鍋 鱸魚因為是香煎的 對 我就會放在碗底 然後孩子 畢竟他們可以吃比較多澱粉 那我日常我就會 就烤一點麵包丁 加在上面 那就很豐富了 對 就可以上桌 我們就來試吃 要這樣炒打湯 我們有給他一個 非常國際洋派的名字 這叫什麼東西 叫Polenta 就是在義大利 瑞士 有一個叫做波倫塔玉米粥 要記得 大家都說要早上吃 晚上吃都可以 甚至剛才那個王一才說 還要去註冊 沒有錯 這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好的波倫塔 Polenta在這邊 那這個就是令我想起了 有個病人 他其實他每天早上吃 美兒美漢堡 吃奶茶 就一直跟我說 他手腳冰冷 然後頭很暈 然後整個每天在冷氣房 手也是冰的 大熱天也冰的怎麼辦 我說那氣血循環不好 要補啊 要補 他說那夏天怎麼吃麻油雞 對 夏天不能吃麻油雞 可是我們就跟他說